如果你想知道新加坡价值2600万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那你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Kenny 欢迎来到首都玉府 首都玉府是Eden Residences Capital 位于新加坡第六区的超级豪华公寓 这里结合了历史以及现代文化 今天要介绍给各位的单位 总面积是554平方米 价值2600万的四房六位加书房 同时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楼中楼 而在这间超级豪华公寓里 也包括了价值120万的室内设计 喜欢设计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今天的影片哦 从私人电梯出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玄关 在你们的左手边就是我们的鞋柜 如果有喜欢收藏鞋子的朋友可以把它们填满哦 映入眼帘的是豪华的大厅 这里的层高有6.2米 给我们一种宽敞且豪华的感觉 气派辉煌的设计 金光闪闪的装饰 再附上水晶吊灯 无疑增添了大厅的奢华感 更加凸显家庭主人的品味 来到洋台 我们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金叉酒店 滨海艺术中心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铝莲壳 在我们的正下方 就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 圣安德鲁大教堂 室内室外情景交融 是不是很美呢? 不只阳台能享受美丽的风景 在你的私人泳池里也具备同样的条件 同时也让成天忙碌的你 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在干厨房里 首都与府采用了美诺品牌的厨房电器 而厨柜采用的是德国最悠久的品牌 波德宝 电冰箱则是Sub Zero 俗话说 人靠一桩 每靠两桩 一个温馨典氧的防止环境 离不开家具 首都与府 配备的都是众多高端项目的必备 房子大也代表 家人和朋友来聚会的次数会多一些 也一定少不了一番大主特主来招待客人 所以我们的室外厨房 就具备了多种烹饪的厨房电器 譬如明火炉 炸油机等等 在厨房的后端 就是我们的工人房 以及安置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地方 发展商精心的把书房设计成一个瓶酒的休闲空间 也当然我们不必局限于瓶酒 如果喜欢瓶茶的朋友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更改哦 现在就让我带你们去看看第一层的两个套间 在第一个套间里放置了两个双人床 如果喜欢特大套床的朋友 这里的空间是绝对足够的哦 浴室里的卫生设备采用的是德国品牌 杜拉维斯以及韩斯格亚 介绍完第一层了 现在就让我带你们去第二层看看 大厅的角落是通往第二层的选空楼梯 在附上楼梯底层的大理石平台 颜色和材质的搭配 无疑让大厅的颜值感爆表 在这里给我们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以及更好的视角去欣赏美景 而在我们的身后就是一个活动区 休闲的时候可以看看书 玩游戏或看电视 第三个套间与第一层的套间 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这里附加了一个学习的角落 以及窗外福康宁山的风景 与大厅的金扎美景大不相同 好的东西要留到最后 现在就让我带你们去看看主卧 主卧的面积有两个套间那么大 再加上落地窗的设计更加凸显 主卧的空间与奢华 这里也配备了步入室一帽间 以及一个更衣的角落 在浴室里 你将拥有自己的独立式按摩浴缸 在忙碌的一天后 泡个温水扫 疏解压力 首都衣服是个酒店 剧院与商场的综合体 在这里 我们可以轻松的购买日用品 也同时具备高端品牌的购物选项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首都衣服的地下室 可以直接通往政府大厦 滨海中心 以及保门廊地铁站 同时也可以通往其他商场 譬如福南数码广场 新达城 莱佛市购物中心等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变高 对于家庭居住环境 也要求越来越高 好的居住环境能够让人在一天疲惫的工作结束之余 有个放松的场所 今天介绍的单位 堪称完美 只有一个缺点 缺点什么呢 缺点一个主人 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项目 请记得扫微信码或直接联系我哦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看更多新加坡豪宅的朋友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我是Kenny 我们下次见 零下的感觉 破音 直接联系我哦 我是Kenny I'm Kenny 大天 我 要 我 没 好 我